那女演员,无疑会给人留下一个鲜明的第一印象,她们容貌出众,身材极好,许多美女从演艺圈的七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,不断涌现,有些甚至令人望而却步,然而,时间似乎缓慢流逝,有些明星却展现了持久的光彩,即便到了四十岁,她们依旧宛如少女般年轻,与此相反,还有一些明星却逐渐老去,脸上出现了纷纷皱纹。 首先,我们将要谈论的事的女星,江山,她的出演作品可谓众多,使她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资深演员。江山并非只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,她的感情世界同样丰富多彩,却也伴随着坎坷的经历。 一些曾经的风华,多了一份疲惫和颓废,或许是长期奔波于国内外的缘故,她看上去也成了一个年迈的人,她年轻时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气质美女,她的美丽像一眼倾全,恋人陶醉,让人可惜的是,她的女儿并没有继承她一丝颜值和气质的优点,只是略显清秀而已。 第二位可谓家喻户晓的女明星陈宏,她曾被誉为大陆第一美女,年仅28岁便嫁给了著名导演陈凯歌。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内地,她可以被称为颜值的巅峰。 那么,陈宏到底拥有怎样的魅力,能够让陈凯歌放弃与倪平的缘分,而选择她呢? 大家一旦目睹陈宏年轻时的容颜,答案必将写而易见,她的相貌自然舒适,无关精致而有立体感。 在当时的年代,她堪称手屈一指的美女,至今仍有无数人追忆她在嫦娥中的扮演,她大仙气飘飘,美丽动人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。 然而,即使曾经的陈宏如此绝世倾城,岁月的魔力最终也未能避免。 近期,陈宏在社交媒体晒出了与儿子的一张合照。 这位50岁的陈宏虽然身材稍显丰满,荣燕也有些憔悴,但这种姿态正是她最真实的美。 虽然脸上有些许细纹,但她五官依旧是精致无瑕的。 更令人赞叹的是,她还生了两个英俊非凡的儿子,可以说是后继友人了。 这皱纹全是跟我一起,见证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。 哎呀,当时我就特别感动。 即使你有满脸的皱纹,也都是见证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。 我都觉得她是这么的深情和优美。 我觉得这话说得有点不珍貴。 后半句,真的后半句有点肉麻。 但是有时候,夫妻间有时候需要这样。 别忘了,我需要这样。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女星,她就是蒋文莉,作为娱乐圈的一位资深演员。 蒋文莉的演艺经历丰富而漫长,与江山、陈红相比。 蒋文莉年龄虽小一岁,但在最近的照片中,我们可以看到她面容僵硬,皮肤暗黄。 眼角出现了细纹,没有了过去的光彩。 尽管她仍然保持着窈窕的身材,但那张脸已经不再年轻。 而最近蒋文莉携手明道合作,出演一对小情侣。 令人择舌的是,蒋文莉已经迈过了50岁的门槛,比男主角年长了十多岁。 在外貌上看起来毫不般配,反而更像母子关系。 因此,许多网友表示这一情节令人感到非常不协调。 年轻的蒋文莉,美食无一荡,她拥有一张圆润的脸庞。 五官精致又具有浓郁的时尚气息,身材比例完美无瑕,简直是令人心持神往的美丽。 陈红,江山还是蒋文莉,都已经步入老年,唯独许晴。 年过五旬的她依然保持着18岁少女般的容貌和心态。 她一直怀有一颗童心,仿佛永远都没有长大。 而如今的许晴仍旧单身一人。 在江文指导的电影《斜不压正》中,许晴展示了她迷人的身材, 引得无数网友称赞起如妖精般的魅力。 她的50岁之灵丝毫没有暴露,真让人难以置信。